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其死刑缓其执行二年期期满之后 简为无期徒刑 则终身监禁 不得谨刑假释 1951年3月出生的赵正勇估计得死在监狱里头了 赵正勇的罪名是腐败 受贿高达七亿多 但是他真实的罪名是忽略皇上的圣旨 正像中纪委所说的 赵正勇最大的问题 就是对党不忠诚不敬畏 其实也就是对习近平不忠诚不敬畏 媒体已经多次报道了 为了亲领别墅的事情 习近平先后做了多次批示 赵正勇没有认真的督促执行 这当然是表面上的理由 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就是 赵正勇属于胡锦涛时期的安徽邦 他的晋升和胡锦涛 李克强有直接的关系 在胡锦涛执政的十年任期之内 赵正勇真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只不过赵正勇被惩治的时候 他已经到了要退休的时候 可以说对习近平根本就不会构成任何的威胁 就这点来看 惩复赵正勇只是敲山镇湖 杀鸡敬猴 判复赵正勇死刑缓期二年之刑 已经达到了刑罚的最高点 作为一个退休的地方官员 习近平下这么重的手来处置他 无疑是在警告团派 警告安徽邦 对赵正勇的惩处 显然有非常强的现实目的 关于赵正勇被审判一事 我曾经做过一个视频 中共喉舌发出信号 习近平要杀人李威 请有兴趣的朋友一步观看 此前中共在海外的喉舌多维网 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 题目是巨额贪腐令人发指 对赵正勇应依法适用死刑 口气非常的严厉 大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意思 最终赵正勇只是判了一个死刑缓期二年之刑 实际上还是没有开杀戒 对于中共的高官来说 只要不判死刑立即执行 刑期是多少几乎都一样 现在看来 大张旗鼓的为重判赵正勇制造舆论 这可能是习近平玩的一个小把戏 让别人做歹人 他来做好人 陕西的另一个新闻是 接替赵正勇出任陕西省委书记的胡和平 也突然离人 随后又传出消息 胡和平出任文化和旅游部的党组书记 估计会被认为文化和旅游部的部长 胡和平起身自清华大学 他能够成为封疆大吏 得益于习近平的亲信组织部长陈希 胡和平和陈希曾经在清华大学共事 陈希担任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的时候 胡和平任清华的组织部部长 应该说 胡和平在吹捧习近平方面是不遗余力 而且他很有想象力 梁家河大学问 这个研究课题的真正发起人 就是这个胡和平 胡和平后来被习近平升任陕西省委书记之后 立刻撰写了文章 送赞习近平 文章说 要把拥戴核心作为最重要的政治规矩 胡和平还提出 拥有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走向成熟的标志 这个话恐怕蔡奇都没有能力说出来 陕西官场有个传说 胡和平三句话离不开习核心 显然 胡和平拍核心马屁的功夫还是很厉害的 前两年有传言说 胡和平在中共二十大上 有可能会接替陈西 出任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的部长 但是他摆命一书犯了一个错误 用他自己的话说 讲政治 遵守政治纪律 政治规矩 是非常具体的 是实实在在的 胡和平在拍马屁方面 表面上的东西还是太多 而那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上 他没有能够让习近平称心如意 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实际上 胡和平对讲政治 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可能还缺乏深刻的认识 对于习近平 关于清零别墅的这个批示 他没有拿着鸡毛当令件 而是按照平时官场上的习惯方式 处理习近平的批示 习近平的批示下来 他也就批示下去 至于执行如何 最终的结果如何 他没有能够亲自去督促 没有能够像当圣旨一样 那么恭恭敬敬 可以说 他犯了一个和赵正勇 完全相同的错误 他们都把习近平当作了 中共一般的最高领袖 问题是习近平可绝对不是一般人 胡和平显然没有体察圣上的这种特殊的心态 看来胡和平大概只会是茶圆观色 洞察人心的功夫可能还很不到位 说起来当一个奸臣可并不容易 关于清零别墅的问题 习近平一共做了六次批示 后三次大概是胡和平来到山西之后做出的 就这一点来说 胡和平的问题应该比赵正勇还严重 毕竟刚开始的几次批示容易被忽略 但是批示了三四次之后还被忽略 这只能说明胡和平太麻痹了 太马虎了 用中纪委的话说 头脑不清醒 认识跟不上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 胡和平实际上是栽了一个大跟头 从陕西省委书记 调任文化旅游部的党组书记 从一个封江大力 被调往京城 担任一个无足轻重的部长 虽然说名义上是平调 但是他挥洒的空间可被大大的压缩了 他的重要性也大大降低了 这次调动可能会彻底改变胡和平的命运 只是能得到这样的结果 恐怕已经很是庆幸了 毕竟他是习近平的亲信 陈希推荐的人 从胡和平对习近平的批示的处理来看 赵正勇被重判很是冤枉 他并不是有意的漠视圣上的旨意 而是按照以往的官场的惯例 来处理习近平的指示 赵正勇和胡和平一样 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习近平是中共历史上罕见的领袖 不能够按照惯例来应对 奈何他出身不好 虽然和胡和平犯了同样的罪 结局却天壤之别 当然胡和平的仕途估计也就到站了 假如只是一个文化部的部长 进入政治局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虽然说胡和平是习近平的亲信 组织部长陈希的人 但是看来陈希也奈何不得这个事情了 因为胡和平他自己撞到了枪口上 谁也救不了他了 昨天这一天 陕西省高层同时调动了三个省委常委 胡和平离任 原来的陕西省省长接任省委书记 赵一德从河北省调往陕西省 任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今后有可能接任陕西省的省长 这个赵一德 浙江温岭人早年一直在浙江省工作 2003年12月至2006年11月 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 2007年出任温州市的市委副书记 而习近平在2002年到2007年 担任浙江省省委书记 他们两个人应该比较熟悉 或许这个赵一德也属于 浙江新军的一员 这一次他从河北省委副书记 调任陕西省委副书记 应该会再上层楼 值得注意的是 他的年龄非常年轻 他是1965年生人 只有55岁 其实在陕西官场的这场剧变当中 还有一个人很值得一提 他就是习近平的亲信 之江新军的重要成员 徐令毅 他是中纪委的副书记 习近平反腐运动中所倚重的人物 或者说他是习近平清洗政敌的一个重要的打手 就是他作为习近平的钦差 到陕西执行习近平的旨意 处理亲领别墅问题 虽然说陕西亲领别墅的问题 根子在前任省委书记赵正永的身上 但是现任的省委书记胡和平也难逃干系 只是胡和平如此大意如此马虎 确实有些令人难以理解 可以肯定 如何处置陕西亲领别墅事件 徐令毅无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徐令毅说 亲领别墅 他的问题的发生和演变 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 有关党组织的政治建设 缺失缺位 软弱无力 有关领导干部对政治纪律缺乏敬畏 政治规矩一时淡薄 徐令毅的这个结论 应该是主要指赵正永的问题 但是也可以原封不动的套在胡和平的身上 事实上 这个结论不仅干掉了赵正永 最终也断送了胡和平的前途 胡和平出任陕西省的省委书记 在习近平的家乡任职 自然更容易得到习近平的注意 他提出的梁家河大学问 也确实得到了习近平的欣赏 有人曾经预测 他将在中共的二十大上 成为中共的组织部部长和政治局委员 组织部长在中共内部位高权重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可能有很多人都在盯着这个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出任组织部部长的传言 对胡和平是有百害而无一意 很有可能他提前就成了别人的靶子 我们前面提到过 胡和平是习近平的亲信组织部长 陈希举荐的干部 他在政治上在忠诚度上 绝不该有什么大的问题 至少他应该算是一个准嫡系 他怎么会有意的轻视习近平的批示呢 尤其奇怪的是 在习近平极为关注的 秦岭别墅的事情上 胡和平为什么就没有得到一点提醒呢 结果落了一个缺乏敬畏 这个事情很值得仔细回味 这些年来 直江新军的实力在不断的壮大 在中共内部已经成了一个体系 就是习近平的其他的亲信们 恐怕也都已经无可奈何他 不知道直江新军内部 是否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群体意识 有了一个清晰的排他意识 而中央组织部的部长 负责高级官员的任命和管理 这个职权太重要了 直江新军可能会不希望一个 直江新军以外的人来执掌中组部的权柄 不排除直江新军的人 对胡和平可能出任中组部的部长 感到不满 他们联手给胡和平挖了一个坑 否则一个极力想拍习近平马屁的人 一个高级马屁精竟然会默示习近平的指示 这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甚至有些滑稽可笑 无论如何在中共高层开始二十大布局的时候 胡和平的仕途突然发生转折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 胡和平的失势 应该是一次很重要的权力斗争 而且这个权力斗争 它主要设计的人 基本上都属于习近平的亲信 也就是说 习近平的亲信内部 已经在开始争斗了 就这一点来说 胡和平的失势有特殊的政治意涵 实际上 经过这么多年的清洗 习近平已经把其他派系清理的差不多了 即使没有遭到清洗的 也都处在了边缘位置 现在真的再整起来 应该就是他们整自己人了 斗完了敌人就斗同志 斗完了同志就该斗自己的嫡系了 这是中共内部权力运作的一个必然的规律 可以想象 围绕着重要的权力争夺 之江新军内部 今后难免会发生激烈的明争暗斗 毕竟是狼多肉少啊 假如中共还有二十大的话 这种争斗会随着二十大的临近 越来越激烈 毕竟真正涉及到了他们的个人重大利益 他们彼此之间到时候一定会下狠手 下毒手 不仅习近平的亲信之间会发生撕咬 甚至有可能在之江新军内部发生一场火病 二十大前后可能是局势最为复杂的时刻 到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明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好 哈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